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儿 从今天起 你就是金岸首富男公家五一的女儿了 如果上流了你的社会吧 妈以后就指望你 快快快 把他俩都弄死 丢着赶紧走 一会儿就来人了 这红色思索果不 一看就很直接 不能浪费 不好 有人过来了 你等等我 哎呀 你说这父母也太狠心了吧 哎 笑起来挺可爱 哎呀 好吧 以后啊 我就向你笑笑吧 笑笑 咱们回家吧 妈妈 妈妈想我一个 妈妈想我一个 妈妈 妈妈想我一个 哇 快来人了 有人偷小孩 谁偷偷了我的女儿 我另一个女儿呢 谁偷偷了我的孩子 儿子 妈 妈 您身体不好 不在家好好休息怎么过来了 我回复以前的记忆了 妈 您想起什么了 我想起老二刚出生的时候 耳朵后面有一个蝴蝶形状的胎记 太好了 有了这条线索 寻找范围就可以缩小了 助理 少爷 您有什么吩咐 我妈恢复记忆 想起我二妹耳朵后面有个蝴蝶形状的胎记 你马上去查 另外 提高悬赏令 凡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讲百亿 找到人 讲千亿 是 儿子 妈这身体越来越差了 恐怕 妈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早点找到你二妹 妈 您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找到二妹的 啊 医生 我耳朵后面这个胎记特别痒 麻烦您帮我看一下 你的胎记很特别啊 伸下来就有的吧 嗯 痒是细菌导致的皮肤发炎 先擦点要试试 不行就去医院 谢谢 不客气 哎 三小姐找你 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我 我不去 不去 信不信 让你参加不了高考啊 你们别欺人太甚 你这种人不就是让人欺负的吗 不想你老爸有事 赶紧跟我们过来 走 你们想干什么 我喊人了 喊人 整个学校都是我男公家创办的 谁敢管我 你想干什么 我让你交的份子钱吧 为什么不交 把钱交出来 我不是已经交了吗 还敢顶嘴 见面吧 上 我 我 我真的没钱了 不 不信你搜 搜 说包里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我真的没钱了 你不是还有个脖子吧 每天能赚一两百 飞 垃圾 出轨 你 你当当当公家三公主 你有的是钱 你为什么要欺我的钱 欺负你们这些穷人 就是我的乐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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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给我在这装死 明天交不出五百块 照样打你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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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钱了 我求求你 你们这些吓得 生来就是被我们上的人踩 我凭什么放过 哟 这还有个蝴蝶洞的拍剧 要不要 把这边刮一个 给你对称对称 不要不要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想让我放过 可以啊 明天高考 把学号 姓名 都写成我的 你要是不知道 我就划划你的脸 把你爸的另一条腿打断 听明白了吗 学霸 那 那我怎么办啊 我管你怎么办 姐妹们 给她掌掌教训 啊 别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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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记住三小姐的话 否则 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好了好了姐妹们 别打了 应该打死 没人替我高考的 走吧姐妹们 请你们吃大餐 哦 三小姐喂我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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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姐 你回来了 嘘 柳姨 我妈呢 夫人 四年二小姐 这头疼病啊 又发作了 哦 这是我特地给你准备的燕窝 你就说 是你亲手炖的 好 和我夫人啊 谢谢六姨 哎呀 去吧 谢什么呀 你可是我亲生的女儿 妈 这是我亲手炖的燕窝 您尝尝 放那儿吧 我不想喝 我不想喝 妈 我们一定会找到二姐的 您不要太贪心 这么多年了 也不知道她在外面 有没有受苦 妈 妈 有二妹的消息了 真的 那你快去看看 好 妈 妈 爸 哎 我回来了 笑笑 来 哎 上学很累吧 你对明天的高考 有几分把握 爸 我不想上学了 为什么 是不是担心没钱供你上学 你放心孩子 爸爸就说杂货卖铁 要供你上学 不是钱的事 是 那是什么 我告诉你 笑笑 这不上学 将来怎么能够出去 咱们穷人 只有上学 真以为一条出路 你可不能够情言放弃 你看你 我 我 你好 请问你是苏笑笑的 你是哪位 我是南东总裁助理 听笑姨说 你耳朵后面有一个蝴蝶胎记 对啊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我们总裁的亲生妹妹丢了 年纪和你一般大 耳朵后面也有一个蝴蝶胎 所以我们总裁要见你 我不去 傻孩子 好不容易有了线索 你为什么不去啊 爸 我不想去 我们总裁就在前面向着的咖啡馆等你 很近的 你不用害怕 我不是坏人 等一等 小伙子 你刚才说的南宫总裁 是不是金孩子首富啊 是的 这种家族孩子也能丢啊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搞错 我们总裁和夫人 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寻找 笑笑 既然这两个特程都符合 你就去一趟 爸也希望你找到家人 爸 我不想去 哎呀 去一趟也好 免得里有什么遗憾 孩子 听话 大哥 哎 大哥 你找到什么线索啊 妈想想 丢失的二妹 耳朵后面有个蝴蝶形状的胎记 助理找到一个 好像 还是你同学 说明啊 年纪也差不多 两个身份都符合 这次啊 十有八九是真的 我同学 是啊 你同学 不会吧 她是我丢失的二姐 马上就要见到你二姐了 高不高兴 高兴 当然高兴 如果身份确认 我一定好好对待这个面子 补偿一下 这些年对她的亏欠 不行 绝对不能相认 否则替考怎么办 我在家受宠的地位 也会被动摇 你呢 你会怎么对你二姐 我当然也会对我二姐好了 行了 我得赶紧过去见她 喂 帮我解决一个人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啊 你们要干什么 哎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别乱来啊 听说 你耳朵后面有一只蝴蝶 我这个是太近 你们搞错人了 哎 太近 那就对了 有人出大价钱 想让我们帮你清理掉这只蝴蝶 你 你们想怎么清理 可惜了 以后只怕要零花了 谁 谁让你们这么看到 这个 就别管了 没了猜忌 看一层相悦 啊 啊 这脑子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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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你 你 喂 喂 糟了 是大价归来了 有时被他发现 我没有死定了 他怎么办 赶紧想把我偷住他 让他发现我们全都玩了 我找到我二姐了 不是我同学 那你同学怎么回事 他不是我二姐 那是假的 我找到了真的我二姐 他有胎记 而且还跟我长得很像 你确定 我确定 绝对不会认错的 好 我马上就到 你为什么要毁到我的胎记 这个我哪知道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是不是能够吓的人 有人不想跟我吓人 所以要毁到我的胎记 别乱动 否则刮破你的脖子 可别怪我 救命啊 我要 是你 你是不是以为 可以马上飞上枝头当凤 我没有 你当然没有 你不配 你以为 你有一个蝴蝶状的胎记 就是我二姐 我跟我二姐是双胞胎 你也配 你说得对 所以赶紧让我走吧 等等 如果有人问起你的胎记 你就说是享受摔的 不好看 所以特意做的文军 你也不想 你爸一辈子做轮椅吧 你都说了我不是你的家人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我二姐身份高贵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们两个 给我上 看见她的胎记就恶心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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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刚才有人喊救命 得回去看看才行 哥 你怎么在这 哥 你怎么在这 你不是说我有个同学 长得很像我二姐吗 所以我过来看看 对比一下 以免弄错了 出来吧 跟我哥说清楚 你脖子上 有块蝴蝶状的胎记 让我看见 哥 你看我跟他长得像吗 完全不像 哥 我已经打听过了 他这个胎记 不是天生的 是小时候摔伤 产生的疤痕 女孩嘛 为了美 所以呢 纹了一个蝴蝶状的纹身 你确定 哥 我比你还想赶紧找到我二姐 我也不想妈妈 因为四年二姐而生病 怎么会弄错呀 你的胎记 真的是人为的 他说 他说的对 是我小时候摔的 哥 我跟他是同学 我了解他 而且我们长得 根本就不一样嘛 你说是吧 笑笑 对 哥 我们赶紧去找下一家吧 那个女生 长得真的跟我很像 看着我 回去做你的社会底层吧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有非准之下 怎么弄死 明天告知 把学号 信息 都写成我的 你要想照着 我就划划你的脸 把你爸的另一条腿打断了 妈 我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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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你二姐在的话 一定也这么优秀 妈 前段时间 三妹说有个女孩 跟她长得特别像 也有纹身 可惜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人已经走了 不过您放心 这段时间 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寻找 一定会找到二妹的 你那个叫笑笑的同学 她的胎记真的是纹身吗 当然了 妈 我怎么会骗你呢 妈就是不想错过 任何一次机会 我想亲眼看看 看来得让我妈 彻底断了对那个 贱女人的念头才行 妈 那今天晚上 办个庆祝会 我把同学们都叫来 把笑笑的叫来 你自己亲眼看看 我就知道了 好 那你快去邀请 嗯 哎 笑笑 今天是出成绩的日子 你快去查查 考得怎么样 爸 我查过了 没考上 没考上 那怎么可能 你平时学习那么好的 哎呀 没考上没考上吧 咱啊 再复读一年 明天接着考就是了 爸 我不想考了 怎么能不考呢 咱们穷人 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入 你可不能给我灰心 嘿 喂 我答应你的 我已经做到了 你还想怎么样 今晚七点 我特意给你准备了感谢点 不想你爸有事 就过来 爸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不能让爸有任何善事 好 我去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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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营公主好漂亮呀 营公主 你在碗里不在哪买的呀 小马 这可是纯手工的孤品 全世界 叫我这么一较 你们先玩 好 那继续吧 来 我们继续吧 上次没能把胎记毁掉 真是便宜你 你想干什么 当然是感谢你 没有你 乃有我风光的今天呀 金海第一名 你可真是没让我失望 今天这场宴会 就是为你举办 我求求你 饶了我爸 饶了你 那我怎么办 你什么意思 苏小小 我好心请你来我的同学会 你居然敢偷我的东西 大家快来看呀 这苏小小她偷我东西 我 我没有 我没有偷东西 什么 居然偷东西 这穷鬼就有穷鬼啊 见不得什么好东西 你没有 那你口袋里 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会在我的口袋里 证据确凿 还敢抵白 来人 我 我没有 我没有 来人 我 我没有 我 我没有 我没有偷东西 你没有 没有怎么会在你的口袋里 这个不是我拿的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在我的口袋里啊 我们都家都看见 是从你口袋里拿出来的 你知道 这块玉杯价值多少钱吗 价值一个亿 偷到一个亿 你就等着老底坐穿吧 不是 你听我解释 我 我真的没有偷东西 你不要冤枉我 解释 你留着跟有关部门解释去吧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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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晓晓 爸 你怎么来这儿了 当然是我叫来的 不叫我来 我怎么逼你就犯了 晓晓 水果我给您送来了 不知道我女儿 哪儿做错了 偷窃 东西就在这儿 这块玉杯 可是价值一个亿 这不可能 我女儿从来不偷东西的 你们一定搞错了吗你们 我们大家都在这儿看着呢 还敢否认 就是 我明明看到苏晓晓口袋子拿出来的 我作战 苏晓晓就有偷玉杯了 晓晓 这里边一定有误会 妈 你再查一下 人争物争俱在 我有什么可查的 晓晓 晓晓和您是同学 你念着她和您是同学的文章 你放来一码好吗 同学 我可没有一个盗贼的同学 想让我放过你呀 也可以 除非 想让我放过她 也可以 除非 除非什么 你尽快翻包 我念在同学一场的份上 你们两个 跪下来给我道歉 并且滚出惊涵 这辈子别让我看见你 这 小姐啊 我们离开军海 我们就没有活路了 还敢讨价还价 来人 鼓授 啊 啊 啊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别打了 喂 李笑仪 打听清楚了吗 夫人 苏笑笑的确是被收养的 她身上的蝴蝶 是伸下来就有的胎记 绝不是后来闻的 小小姐 可能认错了 难道 苏笑笑真的是我的女儿 谁让你们停下来了 继续 给我打 打 小姐 请你放过我们吧 她呢 让她跪下来给我道歉 爸 她就是故意陷害我的 就算我们跪下了 她也不会放过我们的 你快起来 笑笑 赶紧给小姐跪下 不然你这辈子就毁了 爸 我张她眉头 笑笑 我知道 可是 笑笑 你看在笑笑 碾个小的份上 你就刚才跪手 找了我们吧 我说了 让她跪下来 给我道歉 好好好 我就让她 这就给你下跪 笑笑 你马上给小姐下跪 爸不向你有事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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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满意了 满意 这才哪到哪啊 你还笑怎么样 有种意就打死我 你一个社会底层 还敢跟我降嘴 还敢跟我降嘴 就这 且敢大言不惭 姐妹们 跟我玩一把 明白 伯子 爬过来 跟我道歉 说不定我高兴了 我就放过你 别听她的 喂 笑笑 不要杀害我的女儿 笑笑 爸 爸 你就这 凭什么跟我斗啊 不想你爸死 就跪下来 把我的血舔干净 并且跟我道歉 说不定我一高兴 佛就放了 我 我 看来是不想呀 你们 给我上 别干 别干 我 发生什么事了 发生什么事了 妈 他们俩干什么了 你怎么才来呀 我好心叫她来我的同学会 没想到 她偷了你送我的玉佩 真是太过分了 一定要教训她 敢偷我男公家的东西 不着死 周伯人 我女儿有心脏病 真是有刺激 你 你心情好 饶了我们吧 有心脏病就可以偷东西 价值上亿的玉佩 你们也敢偷 是你女儿故意把东西放我口袋里 诬陷我 丧死 居然敢污蔑我女儿 这眼神 为什么我会有心痛的感觉 你叫什么名字 不好 我妈起了同情心 你们两个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 给我打她 让她的手打断 我看她们还怎么偷东西 不要 小姐 请问你 你也犯过我们吧 你一个贼 也敢跟我抢条件 给我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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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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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是苏小小 我女儿年纪一般大 这个蝴蝶形状的胎脊 看着也不像是纹身 难道 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吗 不是 求人你们快送她去医院 小小有心脏病会死的 没呼吸了 快 快点救护车 快 儿子 你去找院长做个DNA对比 妈一刻都等不及了 她不会真的是我失散的二姐 我该怎么办 妈 您先冷静 这些年来 咱们也找到了不少疑似人选 这最终的结果 您也知道 这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您身体不好 医生都说了 您不能情绪太激动 我冷静不了 你赶紧去办 好好好 我马上去办 您看 这时候也不早了 您先回去休息吧 我不回去 这次我感觉很不一样 妈 医生都说了 没什么大碍 休息两天啊 就可以了 而且 苏晓晓都已经睡了 您在医院又没什么事 要不您先回去吧 那我去找她养父好好聊聊 哎 妈 在没确定之前 您聊什么都不合适 也对 那你有消息 要马上通知我 真要是我二姐 那季考的事就瞒不住了 不行 我得阻止 哥 你现在结果也没出来 你是男生 留在这儿 对你的名声不好 你跟妈就先回去吧 我呢 就以同学的身份 留在这里 化验的事 我去找院长 对对对 你是女孩子又是同学 留下来比你哥方便 那一有消息 你就马上通知我们 嗯 放心吧 苏晓晓 就算你真的是我姐 也不可以 你要是我 那我在家里面受丑的地位 就会下降 甚至 连我的财产都得分你一半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男工家 只有唯一的工厂 那就只能是我 护士 病人抢救的怎么样了 还在抢救 有什么事吗 啊 没什么事 苏晓晓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 有我在 就永远别想翻身 三小姐来了 牛四啊 院长 这个是苏晓晓的头发 我妈怀疑 是十八年前丢失的姐姐 所以还请您做一下DNA比对 没问题 辛苦您了 认不认识我 您是 不认识我最好 十六号病房 我要他死 浓浓 这 二百万 不是钱的问题 五百万 我是医生 有职业操守 不能这么干 一千万 足够你在国外活得很滋热 你别不识抬举 有的是人做 行 我干 说说吧 你的计划 我去把药给他换了 保证他染上绝症 一周之内 你所死 做不到 要你死 行 你放心 规矩 我懂 爸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陈萧萧萧是吧 你看 让人家 把袖子录上来打个针 不是 我感觉我都已经没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还要打针啊 这个你得问医生 我说了不算 放松放松 好 按一下 谢谢啊 爸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啊 等着笑笑 现在 心特别慌 你摸摸我这个手 是不是冰冰凉凉的 确实冰凉 还 还哪是服输 我这个胳膊 现在 又疼又肿胀 还有点恶心 心 心也 心也开始慌了 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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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要不笑应该没那么快发作才对啊 这是什么回事 难道 她的学习很特殊 不行 我得马上跑路过 你 这是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笑笑 爸 我没照顾好你 笑笑 都关爸了 静 三小姐 六爷 你关门干什么 找我有事啊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 你已经长大了 是时候 赡养我们了 说什么 赡养你 你就是个庸人 你疯了吧 你 是我女儿 什么 你小是你 你个夫人刚睡着 可别惊动了 刚刚在说什么 再说一遍 这是说起来确实难以置信 你 但你 真是我女儿啊 看在你以前照顾我的份上 这次就放过你 再有下次 我定要你好看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真是你亲妈 你先别生气 听我说完 南宫家那里双胞胎 刚出生不久 就被我和你爸带走 然后再将你提款 让你做了南宫家的亲戚 现在你发达了 你不能不管我呀 不可能 你要是这么做 一定会被发现的 夫人因为丢了一个女儿 刚才就病倒了 病好以后 每天精神恍惚 先生因为忙于工作 根本不顾家 再加上 刚出生的孩子都差不多 而且我是诱人接奶妈 你只有我照顾 再没人发现 不可能 不是这样的 你个疯子 出去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出去 你冷静一点 出去 你听我说 你是A型血 南宫家的子孙 都是熟猫血 不信 你可以去验啊 我 可能 不是这样的 你忘了 从小到大 你每次去验 都是我陪着 家族DN的化验 你也是我暗中做手脚 瞒过去 除了我 没人知道你真实身份 现在 你爸欠了一百万赌债 还不起 那些混蛋 要砍你爸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 只要来找你了呀 不可能 我才是南宫家的三公主 给我出去啊 你听我说去啊 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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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我才是南宫家的三公主 谁也不能感觉这个事实 谁也不能 怎么那么久啊 跟孩子说了吗 说了 钱呢 他急急急动 把我赶出来了 没拿到 不行 你明天再去找他 就说给我们五百万 我们就离开这个城市 保证以后不再打扰他 要是不给的话 我就去击村他 那 你这么做的话 我们这么多年 把他送进南宫家 岂不打水漂了 一个不赡养父母和巴雅阳 要他何用 你说的也对 这些年 我为了照顾他 帮他隐瞒身份 费尽心思 现在他飞黄腾大了 不能不管我们死活呀 这可不行 我明天就找他要钱 气死我们 哎呀你别激动 我们先回家再说啊 没有发烧 病情依旧稳定 已经过了一个晚上了 我希望你给我交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我们的问题 医生拿错药了 我很抱歉 一句抱歉就完了 我们这些老百姓 你们就随便欺负的吗 医院已经报警 相关人员也被带去询问 我向你保证 绝不保护任何人 你女人的病 我亲自治疗 所有费用 全部由医院负责 事后医院会做出赔偿 请你相信我 要我都能拿错 你让我怎么信你呢 这是个意外 请你原谅 请你不要到处乱说 以免迎来一堆记者 独门采访 影响了你女人的 信息和治疗 我不管那么说 我直接问你一句话 我的女儿 你能不能给我治好 治不好 你拿我手问 好 我就信你这一次 妈 基因检测结果出来了 韩萱跟之前那些人一样 都不是我二姐 怎么会这样 可我明明感觉她就是啊 不行 我得去医院查清楚 妈 我去吧 你身体不好 这些事 还是交流我来做 我给院长打个电话 院长 检验结果是真的吗 怎么会这样的 我苦命的女儿 你到底在哪儿 她真的不是我的女儿吗 她为什么 这次感觉那么特别 不行 我得去找她看看 喂 帮我做件事 试成之后给你一百万 同意就老低房间 这次 苏晓晓 医院那次算你怎么 这次 我看你怎么翻身 大少爷 医院用错药 苏晓晓 差点死了 用错药 怎么会 说是误诊 具体不清楚 开促校的医生 已经连夜逃往了国外 对了 DNA的笔子就给我出来了 苏晓晓 不是二小姐 不是 我已经打电话 确认过了 不会有错的 那就不用管她了 我二妹的事 调查都重要 我已经安排不少人 交往了海外各国 国内 也加大了搜查力度 悬赏金 和胡蝶状态地 这条线索 也已经传出去 相信很快 就会有结果 那就好 我妈身体越来越差 必须尽快找她 夫人 是思念冲击 我不抓紧时间 对了 我们还去医院吗 不是我二妹 还看什么 回公司 今天应该就可以出院了 我爸怎么还不来 苏晓晓 医生说你的病全好了 今天可以出院了 真的 太好了 收拾一下 一会儿去护士站 和我帮你穿上手续 谢谢 喂 你好 苏晓晓是吧 你爸贩卖有毒水果 现在马上来市场管理部一趟 你是谁啊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是市场部的崔经理 女儿 爸 爸 你 你们别伤害他 像你三十分钟之内来 否则这辈子 你再也不想见到你父亲最后一个 好好 我现在马上过来 别别动我吧 你是 苏晓晓吧 我是 你想怎么样 我真的没偷你家东西 你别误会 我就是 看你很亲切 想跟你认识一下 我现在没空 不对 好像出什么事了 不好意思 你是在打车吗 我看你好像有急事 可以告诉我 说不定我可以帮到你了 不用了 谢谢 这儿可不好打车 你要去哪儿 我送你吧 喂 我 我马上到 能不能求您送我去个地方 小快 上车 晓晓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来了 我爸呢 跟我走吧 不对劲 过去看看 夫人 小心点 我爸呢 笑笑 笑笑 还没圈放我 你回去报官 爸 你没事吧 这 这怎么回事啊 他们说我贩卖的水果有毒 就把我给抓这儿来了 你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 你爸爸卖毒水果啊 破坏我们市场名上 罚款一百万 交钱吧 证据呢 证据 我一同是吃了你爸卖的水果 差点丧命 我拿着你爸卖的水果 送到质检中心 结果显示 你家卖的水果表面 重金属严重超标 这是质检报告 自主看 这 这 这不可能 我卖的水果 绝对卫生 不可能有重金属超标 那更不可能有毒 你休想陷害我 这人正乌生俱在 还不认证是吧 一定是你们从其他地方 买了有毒的水果 却栽在我的身上 你说你害我干什么呀 死丫子嘴硬是不是 拔 拔 拔 等一下 你谁呀 你不用管我是谁 如果他们是贩卖有毒的水果 你可以交给有关的部门去处理 而不是私设公堂 更不能乱打人 晓晓 你怎么和他在一起 爸 我回头再跟你说 夫人 这事跟你没关系 你先回去吧 免得牵连到你 在京海还没人敢动得了我 我劝你少管闲事听见呗 一百万是吧 我给他们出了 一百万 现在可不止一百万了 我告诉你啊 我同事的物工费 营养费 精神损失费 这些加起来还有一百万 一共是两百万 这样你才能把人带走 来吧 坐地起架 行 那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命花了 少威胁我来 扫钱 行好卡到账两百万 随随便便就能拿出两百万 你到底是什么人 钱已经收到了 人我可以带走了吧 慢着 想反悔 不是想反悔 我告诉你 这种人在我市场卖毒水果 我自然不欢迎 放在京海市也不欢迎这样的人 只要他写一份保证书 保证这辈子再也不来京海市 我就放你回去 行了吧 他们俩在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的一切都在这里 你让我离开京海 不让我怎么活 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离开京海 这样的人卖毒水果 我们市场不欢迎 但作为一个京海人来说 这种人更不应该出现在京海市 我有权利赶他出城 怎么了 不对 你怕是别有用心吧 别在这儿跟我闹事 否则你们今天 没办法安全地从这儿出去 你敢 少吓唬我 你跟我出来 麻烦各位在这儿收等片刻 我去去就 你们两个把他们给我看上草子 夫人 谢谢你帮我 等我有钱了 我一定还给你 别客气 这帮人看着不像手楼钱那么简单 小心一点 你说笑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是怎么一回事啊 笑笑是我在一个偏僻的垃圾厂间的 当时四周没人 像是被遗弃的 我就抱回来了 后来我向有关部门 汇报了这个情况 他们也没找到线索 说要将他送到福利院 我就给寄养了 那当时孩子有多大 出生没几天 那用的是什么包裹 一块布 一块布 这么长时间了 这情况我也记不清了 怎么了 我也丢了一个女儿 跟笑笑一般大 跟我一样大 跟我家老三是双胞胎 比她早一点出生 原来是这样 可是 我不是你的女儿 可是 你真的很像我的女儿 夫人 这种玩笑 还是别开得好 她跟你一样大 耳朵后面也有一个 蝴蝶形状的胎记 只是你的DNA对比不符合 从生物学上来说 你确实不是我的女儿 但是 我对你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你看着就像是个好孩子 笑笑 你可以做我的干女儿吗 我不要 为什么 我有我爸就够了 夫人 这不太合适吧 笑笑万一 找到了她的亲生父母 到时候 我不好向严家交代 也对 是我没有这个福分 夫人 我解决他们几个 引过您出去 不行 我不能丢下他们父女娘 看看再说 不着急 夫人 您的安全最重要 说了 不急 关于笑笑的身世 你还有什么线索 可以告诉我 说不定我可以帮到你 推行李 查了一下 那个女人叫陈不雪 南宫家族的女主人 知道了 下去吧 咋是陈不雪 喂 还是我 我问你 你妈怎么会跟苏笑笑在一起 什么 我妈居然跟那个贱女人在一起 怎么可能 我有必要拿这件事骗你吗 啊 我告诉你 现在你妈对那个苏笑笑还挺好的 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你什么意思 你居然敢拿了钱不干活 那根妇女啊 整得他们无所谓 你妈呢 把你妈一块沙拉陪葬 你敢 你说啊 我把那个妇女整死之后 你妈查消息 不会查到我这儿来吧 你放心 我保证 你保证 我不信啊 我告诉你 干完这一票之后啊 我得去国外避命风头 你再给我打五百万过来 你要我这事我不干 你敢威胁我 我威胁你怎么了 啊 你妈不来 这事无所谓 整死个妇女而已 你妈来了 这事兴致就变了 三分钟之内 这五百万你要打到我的卡上 咱们一盘两三 还有 这事你要不跟我合作 我反手就把这事 扯到你妈那儿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你让职我做的 再见 跟我玩很大 你还嫩点 我捡到笑笑的时候 她身上确实没有信物 不过 啊 那块果布还在 真的 在哪儿 我可以看一下吗 夫人 我理解您寻找女儿的心情 也渴望笑笑能找到她亲生母亲 但是 这DNA 已经通过结果了 这笑笑 确实不是您的女儿 是啊 DNA的对比不符合 但是 她真的很像我的女儿 夫人 会不会DNA比对有问题 不应该啊 院长的人品很可靠 除非 有人从中做客 难道会是她 夫人 您想到了谁 不该你知道的 别多问 你是男生 留在这儿 对你的名声不好 你跟妈就先回去吧 我呢 就以同学的身份留在这里 化验的事 我去找院长 韩群跟之前那些人一样 都不是我二姐 不 她那么乖巧 懂事 一定另有隐情 回去之后 你去一趟医院 秘密调查一下DNA检测的所有环节 是 银行卡到账五百万 嘿嘿 这钱可从我们到过了 英灵 钱钱都弄了 你要不要 你想死啊 别带上我 行了 同事兄弟们咱们马上跑路了 去吧 三千块钱 你想杀的人你妈利宝 这我可不敢得罪 老子不干了 你敢把这事儿扯上去吗 哼 没事了 你们可以走了 你真的让我们走了 怎么 不让我离开青海了 可以走可以走 夫人 一定是您的身份 让这些保安害怕了 谢谢您救了我们父女 您的钱 先别说这些 先离开这儿走 夫人你看 这是医院专用的裹布 我的孩子外面还裹了一层丝绸 大红色的 很喜庆 你捡到孩子的时候 有没有在附近发现丝绸啊 红色丝绸 没有 这 这点我敢确定 难道真的是我弄错了 夫人 要没事 我就先回去了 你说 我是不是真的魔阵了 夫人思念女人 不放过任何寻找机会 可以理解 谈不上魔阵 算了 回府吧 喂 妈 你找我啊 你在哪儿 我在公司啊 哥安排我实习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事了 老大 你在哪儿 妈 我在公司啊 你和你三明在一起吗 在啊 怎么了 啊 没事了 老三 希望妈想错了 我妈能打电话过来 说明已经安全了 可是语气平静 又不像说我静下 难道 他没有看见苏晓晓被杀的场面 不好 这个王八蛋 拿钱不干活 居然敢骗我 怎么办 四妹 你干嘛呢 妈找你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果然怀疑 哥 我正在打电话 查资料学习呢 怎么了 我怎么知道 你自己打电话问一下 我先走了 我钱都已经打给你们了 你们还要怎样 你给我们的钱啊 一夜就输光了 还欠了高利贷 再给我们一百万救命 我没钱 没钱 没钱 我跟你爸都会死的 你也不想我们死之前输露嘴吧 你们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啊 这是最后一次 我保证 这时候无地道不能这样 只有真正的南宫家二小姐死了才有机会 这样 我还有机会认干气 二小姐要是没死 我必定会扫地出门 苏晓晓 苏晓晓 难道 你真的是南宫家的二小姐 喂 有件事交代下去了 你们务必给我办好 晓晓啊 今天把雷天叉累了吧 不累了爸 回家 爸给你做红烧肉吃 谢谢爸 不 看你他拿着呢 妈 走 回家了 哈哈 我 你 你要干嘛 就是他 带走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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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的女儿 爸 爸 放开我的女儿 喂 事情办得怎么样 我 死定了 我就不信 这次你还能脱身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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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大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妈 小小小被人绑走 是啊 确定 确定 我就在现场亲眼看到 那孩子很善良 他父亲也是个老实人 应该不会得罪什么人呀 什么人会下这么重的狠手 会不会是上次那个人 你想办法帮我们查一下 一定要把人救回来 好我就到了 住手 是大少爷 还我的女儿 还我的女儿 我求求你 求求我的女儿吧 只要你的是我的女儿 我给你做什么都可以 我求求你了 他又是老命 我答应你 你起来 你起来 你认识那帮人吗 我不认识啊 让他也可以绑架我 他又可以放我 这次看来 我不是一会儿的 你放心 他们的绑架 肯定另如所求 我打造梦里 是不会伤害他的 你放心 我肯定集齐所有的力量 去受据 嗯 哥几个 这妞不错 竟然有乐子了 哥哥你先上 我第二 凭什么你第二个 我第二个 别吵啊 你想老子兴趣 滚出去上来 罗女 别怕 哥哥我呀 会很温热的 你想干什么 这凉成美景 春宵一刻 你说我想干什么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放了我 你看 是你自己托 还是我帮你啊 啊 不要不要 不要 还敢反抗 我喜欢 哈哈 没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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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这个女人眼看就不行了 怎么办 我管她行不行 拿到钱咱们就跑了 彪哥 说好了钱昨天到账的 怎么还没到 这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这臭娘们昨天差点废了 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 临时加价 让兄弟们都放心 再过半小时 钱就能到账 到时候 我要来个 先接 是吧 反正都是要弄死的 不如现在弄死的 你懂个屁 你把她弄死了 钱从哪来啊 还是彪个英明 小娘们还没死 命挺硬 你们为什么把我 你都已经快死了 就没必要知道正果而已 你们还要杀了我 废话 谁能想到你还那么值钱 我爸呢 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打死 什么 你们混蛋 怎么他妈的又晕了 面色苍白 像是有什么毛病 他现在还不能死 钱还没到呢 快把他包那儿了 表哥 心脏病得有 水 水 져 水 钱哪 五 五分钟 我要是再见不到钱 就不要怪我不守相互规矩 大哥 怎么样 钱到了吗 再给他五分钟 再见不到钱就撕票 好 故事不会耍我吧 敢耍我 老子我砍死他 你 你 你杀了我爸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敢威胁我 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 来呀 反正我爸死了 我也不想活了 你杀了我 你也跑不了 一会儿就送你上路 看什么看 再看我把你眼睛抠出来 还看 来呀 不敢杀我 你就是个弄种 对 臭男们还在骂我 宝子我现在就吹吹你 哎 别动 别动动 别动动 还没到上 滚开 全到账了 那这兄弟们先撤 老子要亲手宰了 是 是 彪哥 小娘们 你真不怕死 昨天晚上差点废了 今天你必须死 来吧 我在黄泉路上等你 爸爸 我来陪你了 你还真不怕死啊 那我成全你 我成全你 周周 周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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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爸爸来救你了 爸 真的是你 是我 你没事吧 我以为 我以为你 周周 他怎么了 他有心疼病 现在逼你去医院 走 我开始送你 快 你别走了 转得我头晕 对 对不起 少爷 放心吧 这主导医生我认识 是这个行业内的顶级专家 不会有问题的 好 这是病人家属 我是 我是 病人先天性心脏病 需要马上手术 情况危急先签资吧 好 快去交费 不然没法手术 多少钱 先存十万吧 多退少补 十 十万 这么大个手术 十万都未必够呢 不是 我没那么多钱 没钱怎么做手术啊 你钱给做 我马上去透钱 一把钱给您透上 这 这我没法做主 马上手术 妈 费用我出 还不快去交费 妈 您让我救人 已经是人之意尽 这手术费 笑笑这孩子 我看着喜欢 还不快去 我们家又不缺 借点小钱 这不是钱的事 怎么 我的话不好使了 行行行 您说了算 谢您夫人 谢您的钱 我一定会还您的 钱是小事 人没事就好 对了 上次我提议认甘亲的事情 还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这 想来都是 笑笑自己做主 如果她同意 我没意见 那就好 笑笑这孩子 我打心眼里喜欢 费用的事情 就不用太操心了 就当做 说给笑笑的见面礼 等她出院之后 就去我公司上班 我会安排的 谢谢您 夫人 你也别太操心了 吉人自有天相 我知道了 怎么了 我查到了一个档案 您可能会感兴趣 什么 笑笑跟我南宫家族一样 都是RH型血 我查过了 苏平安是A型血 可以肯定 苏笑笑是羊女 RH型血非常的稀有 各方面特征都吻合 耳朵后面也有一个 蝴蝶形状的胎记 这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情 你说 她会不会是 夫人 DNA结果别有说服力 我不甘心 这样 你再去查一次 这一次你亲自去办 一定要万无一事 是 什么 人被救走了 还是我哥救的 你们疫情废 这都不死 苏笑笑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你不死 心不安哪 喂 帮我做件事 医生 我女儿怎么样了 手术做得非常成功 请放心吧 谢谢 谢谢您 医生 夫人 您是大言大德 我需要药 一定会报答您的 人没事就好 妈 您身体不好 她还需要很久才能行 咱先回去吧 有什么事情 尽管来找我 你的性情 之然我还没报答 哪敢再劳烦您呢 妈 我还活着 活着 而且好好的 医生说 你的手术很成功 治好你的心脏病 爸 死都无怨呢 爸 你别乱说 你也要好好的 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 对对对 笑笑说的对 咱永远在一起 爸 还要看着我们家笑笑 嫁人呢 爸 你说什么呢 我们家笑笑 我也害羞了 这次因火得福 不仅治好了心脏病 不仅治好了心脏病 而且啊 夫人还说 等你病好了 给你安排公司上班 夫人对你真好啊 去他家公司吗 我能不能不去啊 为什么 我怕那个南公鱼又搞事 你说的也对 可是这次你的手术费 都是人家夫人出的 要不爸拿钱给你治疗啊 爷 你这是救命之恩 咱得报啊 好吧 那我去 去看看 如果不开心 就回来啊 跟爸一起摆摊 虽然咱没出去 但 把人家俩开心呢 爸 你真好 傻丫头 好 我知道了 你们等同吃吧 老三 他怎么来了 不会是来试探我的吧 想什么呢 愁眉苦脸的 都不美了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妈 你是不知道 我哥天天把我关在这个地方 说好听点是实习 其实啊 就是看资料 哎呀 我刚高考完 现在又在这资料堆里面 你可别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最近没去哪儿玩 果然是来试探的 还好我有准备 妈 我也想呀 可是我哥不让 连同学聚会都不让我参加 就天天让我在这儿 哎呀 这水真火热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听财务说 你挪用了好几百万 嗯 对呀 我用来投资了 是不是不许啊 要是不许 那我就拿回来 反正都已经赚了几万 几百万而已 玩玩也好 迟早是要学会投资的 好了你先忙吧 妈先走了 嗯 也不知道隐瞒过去 不行 我得尽早解决苏孝孝这个隐患 夫人 您找我 拿着这两根头发去做一个DNA对比 注意保密 明白 妈 妈 您来了 忙吗 一会儿有个会议要开 您有事吗 有点事情想跟你聊聊 最多五分钟 没问题吧 妈的事最大 会议往后演一下就是了 去我办公室吧 三小姐 我看到夫人将两个头发交给了她的私人保鞭 头发 对 好了 你先忙吧 妈先走了 好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帮我盯紧点 好的 三小姐 那您答应我的事 你放心吧 明天就帮你办 谢谢三小姐 那我先出去了 喂 帮我盯紧点我妈的保镖 去了哪 见了谁 都要告诉你 这件事非常重要 你要是办杂了 错过了 你是知道 喂 你们这是在逼死我 行了 你们两个别赌博了 我现在身份 随时都有可能暴露 我现在急需非常信任的人生 你们两个 赶紧过来给我帮忙 否则 谁都别想好过 我到了 结果还有谁见过 放心吧 都是我独自经手 没人见过 谢了 别怪我 有人比你给的多 结果出来了吗 出来了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相似度 老三瘦女儿 可为什么她 夫人 您没事吧 我累了 想一个人进去 笑笑 啊 医生说了 你已经康复了 可以出院了 哦 太好了 这半个月躺的 我都快生锈了 谢谢吧 嗯 喂 你好 我是盛世纪特H2 父上我通知您来上班 明天可以吗 哦 能能能 明天我一定来 明天见 笑笑 什么是这么开心啊 爸 夫人说话算数 通知我明天去上班了 哦 哈哈 我家笑笑 终于可以转运了 一定要好好干 嗯 我会的 大家都安自一下 今天 我们的团队 加入了为新同事 还是老规矩 吃饭庆祝一下 现在是下班时间了 走 哎 主持人 万费 等一下 都别动 所有人 抬起双手离开电脑 发生什么事了 技术部门监控到你们业务部 有人泄露公司机密 所有人必须配合调查 怎么可能 我们业务部从来没发生过泄密事件 就是 你可别冤枉我们业务部 有没有人泄密 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请你退后 找到了 就是她的电脑 泄露公司机密 导致公司损失上百亿 抓起来 但我没有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你的电脑日誌显示 五分钟前有公司的机密文件外传记录 这个时间段除了你 还有人布过这台电脑 没人换过了 可是我并没有泄露公司机密 证据确凿 你还想抵赖吗 我真的没有 我今天第一天来公司上班 我对公司业务都还不熟悉呢 我根本不知道哪些是机密 我传什么呀 这个你跟我说不着 我只负责救出公司累鬼 这台电脑制证物 把它封存好 不能让任何人碰 是 你们业务部 有人泄密事关重的 我必须上到这里 真的泄密了 这还能有奖吗 损失上百亿 哎呀 怎么会这样 我 我真的没有 你们冤枉我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不用再查了 带走吧 等一下 你说我泄密 那我泄给谁了 当然是竞争对手啊 我第一天来公司 我根本都不知道 公司竞争对手是谁 我泄给谁去啊 你们要不要再查清楚一点 这个 你可以跟执法部门去解释 哎 哎 好啊 还说没有泄密 刚到账一百万 这个钱怎么回事 你解释一下 我 我 我怎么知道 可能是转错了 转账公司恰好 施进针对手 而你几分钟之前 又恰好将公司机密 发给了他们 现在你跟我说转错了 有这么巧吗 且正如山 还想救你 带走 铁镇如山 带走 哎 我 我 我真的没有 你们冤枉我呀 没想到真是他献的命 活该他被抓 害公司损失上百亿 这种人 最好关一辈子 苏少少 为了一百万 害公司损失上百亿 你这是犯罪 堵着老爹坐穿吧 我真的没有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你们要不要查得 再仔细一点 铁镇如山 你还想找遍 亏我们刚才 还想替你接风 真是 忧了我们业无的脸 长得人模人样的 居然是条美女蛇 我真的没有 我是冤枉的 你们再查仔细一点 还想狡辩 带走 哎 我 我没有 喂 大公告辰 总裁 什么事 我这里收到消息 有人要对您不利 我以为什么事了 对我不利的人多了 在京海 谁能奈我何 这次 我感觉和国队姐妹 你小心一点 这种小事 你处理就好了 快 是你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总裁好 这是公司新招来的业务员苏孝孝 技术部门接测到 他泄露公司机密给竞争对手 收了对方一百万 造成损失伤害 什么 你居然泄露我公司机密 我没有 我是没冤枉的 他看着 不像是这种 证据确凿吗 可别冤枉人了 追查了他的泄密日志 并看了他的收款记录 付款方 既是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 不可能有错 这种事你也敢做 你真是胆子太大了 我真的没有 请您要相信我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哪个贼 会承认自己偷东西 亏我妈还对你那么好 你真是太让人失望 我真的没偷 我第一天来公司上班 我什么都还不知道 公司竞争太少了谁 我都不清楚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又泄露给谁去啊 当然是为了钱了 不管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这件事必须查清楚 交给相关部门处理 请他们务必查清楚真相 不要冤枉好人 也别放过坏人 是 我真的没有 请您要相信我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真没头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有没有的 好像是你能决定的 苏小小 看我这次 我整死 只有死人 才不会开棚认去 也只有死人 才不会撼动 我在家中的地 什么情况 带走 小姐 小小 快帮我开正门 快 快 快再进去 快开车 以最快的速度赶进医院 是 高速手术士 准备枪伤手术 让院长妻子操刀 小小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怕你当贼 你为什么要救我 别害怕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救你 别害怕 别告诉我 别告诉我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也不知道 就是想救我 小小 小小 开快点 总裁 已经最快了 那就再开快点 是 该死的 这个杀手到底什么情况 好好的去都被搅黄了 不行 我得赶紧去医院看看 不能露馅 大哥 你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冲了黑枪 我很担心 所以过来看看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大哥 凶手是谁啊 这么恶毒 你告诉我 我替你报仇 我自己会处理 听说 苏晓晓帮你挡枪了 大哥 这是份恩情 我们肯定得报 我是女孩子 我留下来照顾她 你先回去 赶紧把凶手找出来 不行 大哥欠她一条命 都在这儿守着 大哥 你一个大男人留在这儿 有什么用啊 你还不如赶紧去把凶手找出来 等她醒来问你凶手 那你怎么回答 你说的 也有道理 大哥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那就好 那有事随时勾搭电话 嗯 苏晓晓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哟 醒了 醒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这儿照顾了你一晚上 你说呢 吃不吃 哦 也是 你这种求人家的孩子 吃不起进口的水果 万一要是吃一口喜欢上了 又买不起 那也挺难受的 医生说你要多吃水果 来 嗯 你多吃 你都没洗 你拿走 你这穷人家的孩子 还挺讲究的 我穷怎么了 我吃你家大米兰 你给我出去 火气还挺大的 我哥让我在这儿照顾你 我怎么能离开呢 来 让我看看你伤口恢复的怎么 哎 啊 啊 你弄疼我了 啊 啊 你 你故意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 啊 我是不是关心你吗 看看你的伤口恢复的怎么样 怎么不是好人心呢 你快 快点帮我去叫护士 流血了 流血啊 现在流的呀 可都是毒血 等毒素从你的身体里出来了 把伤口就好 别担心 你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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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伤口流血了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伤口好好的怎么会流血 你别动 我给你处理一下 是他 三丫的 麻烦你帮我把他赶出去 哎呀 我照顾了你一晚上 你怎么在这儿冤枉人呢 他照顾了你一晚上 怎么可能 是你自己不小心崩开了吧 下次注意就好了 真的是他 我不想看见他 让他出去吧 这我可没权利 你说说 你都这么大人了 怎么还告状呢 丢不丢人 你就是个魔鬼 请你出去 呦 伙计还挺的 看来 伤口恢复的不错嘛 哼 三小姐 刚才表现得不错 帮我盯紧点其他人 试诚之后 再给你吃吧 多谢三小姐 院长 病人的手术怎么样了 手术很成功 不过中间出了一点问题 差点失败 出了什么问题 病人是RH型血 你也知道 这种血型非常少 不得不吊到你的被动血浆 她是RH型血 怎么没人告诉我 她居然跟我的血型一样 RH型血非常稀有 您确定没有搞错 这种事情怎么会搞错 她怎么会是RH型血 这谁知道 也许是你老爸 在外面的后代 这玩笑 可不能随便乱开 行 没什么事我就忙一下 等一下 院长 您也知道 这些年 我一直在寻找我失踪的二妹 她耳朵后面有蝴蝶状的胎记 年龄又相仿 又是RH型血 一个是巧合 三个都符合 世上 哪有这么巧的事 你还在怀疑她身份 院长 您觉得会有这么巧的事吗 可上次已经做过定义鉴定了 你也知道结果啊 会不会是样品太多 搞混了 不应该呀 那麻烦您再重新做一次 我母亲思念成绩您也知道 确认一下 放心些 那就再做一次吧 那这次请院长亲自采样 亲自做 中间不要假设于他人 确保万回一事 放心吧 我这就去采样 好 我跟你一起去 该死 居然要重新做检测 不行 我得阻止 不然我就完了 可是大哥跟着 不好办了 有了 大哥 你来了 我来看看 你感觉怎么样 你把他赶走 我或许就能好得快一点 苏小小 好歹我照顾你几天 没有功劳有苦劳吧 有没有功劳你自己心里清楚 需要我全都说出来吗 怎么回事 你亏待我的救命恩人 亏待他 你来了 你问问他 我亏待他没有 他有没有亏待病人 怎么会呢 这位小姐照顾得可小心 可仔细了 一晚上都没睡呢 你看到了吧 他就是怀恨在心 污蔑我 那就好 苏小小 你救了我一命 你的事一笔勾销 公司不再追究 我真的没有泄露机密 你还狡辩 那可是上亿的预配 上百亿的损失 我看你怎么还 我没有 真的不是我 证据确凿 铁证如山 你还在这儿狡辩 行 那等我伤好之后 就把我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吧 我相信 他们会给我一个公道的 都这样了 你还想搏我哥的同情 够了 就算是他做的 我也决定不再追究 你以后 也不许再提 凭什么 那可是上百亿的损失 苏孝孝 证据确凿铁证如山 苏孝孝 你的好戏 开始 不是我干的 我不怕 可是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 你有什么证据 可以自证清白 告诉我 我帮你 你们谁是苏孝孝 我是 我们接到个举报 你涉嫌偷到盛氏集团的 商业心理 和男工家的女配 请跟我们找个趟 好 我 我配合 但是 我现在正在养伤 可能暂时没有办法跟你们走 请两个回避 我们来对室人员进行询问 报答案 不是我 当然是我 但是我怎么可能承认 我是男工厨 关于他偷盗一事 我男工家族决定不再追究 数额巨大 影响极快 就算你们男工家族不追究 我们也要秉公办理 一查到底 请两位回避 钱呢 钱放到哪里去了 你干什么 不是 我和他说好啊 偷到玉佩分我一半 结果他一分没给 还有 泄露盛氏集团 机密的那一百万 他也没给 他该打 不是 我没 我没有跟他偷东西啊 你没事偷口 对 我是他妈 等一下 你不是我家庸人吗 怎么成苏小小的妈了 这事说来话长 我那会儿穷养不起他 就一气给了他养父 经理男工府 做了奶妈 他恨三小姐 就逼我提供线索 好让他进府上偷东西 不然 他哪那么容易找到玉佩啊 原来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知道 你们是执法者吗 知道我们还敢自投罗网 那玉佩 价值上义 她的独吞 我绝不答应 我要自首 我要举报她 可有证据 我跟她是一伙的 我当然有 不是 不是 她不是我妈 我 我根本就没有妈 苏小小 就别拟败了 虽然我们是母女 但你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啊 不是 她不是我妈 我没有妈 你不捡黑我的钱 你还不笑 我怎么就伸出你这种恶毒的女儿 我自首 那能不能宽大处理啊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我一定好好表现 我有证据 证据呢 在哪里 让我跟她说一句话 她就会全部交代了 你爸在我手上了 不想你爸死 就乖乖认罪吧 你不得好死 你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 晚了 从你黑我钱的客气 我就决定要大一灭亲 这个骗子有恃无恐 我爸恐怕真的在他手上 怎么办怎么办 宋校长 如实招来 商业吉米和玉佩 是不是你偷到的 你只需要说是 还是不是 书校校 你就老实承认吧 我可有物证哦 你混蛋 你不得好死 到底是什么 说 你们说是就是爸爸 什么叫我们说是就是 到底是还是不是 哎 你看 他都承认了 大少爷 听检测报告出来 什么 全不是 哥 什么结果 没什么 不匹配 大哥 他既然不是我们南宫家族的人 那我们就没必要包庇他 不然 和爸妈怎么交代 和董事会怎么交代 把人带走吧 等一下 你能证明你没有犯罪吗 告诉我 我一定帮你 咳咳 你有什么就说 别怕 女儿 都这时候了 你就承认吧 还能争取个宽大处理哦 大哥 你不会要包庇一个罪犯吧 这可毁坏我们南宫家的名声啊 放心 我一定找最好的律师帮你 带走 等一下 等一下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来保他 妈 人证物证都指向他 你怎么保啊 谁说他不是我南宫家族的人了 什么 什么 妈 您什么意思啊 妈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妈 不会是知道什么吧 可化验结果已经错了 不应该啊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从今天开始 苏孝孝就是我的干女儿 谁敢欺负她 就是和我南宫府作对 你有意见吗 妈 您开心就好 你呢 妈 我多个姐妹 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怎么会呢 真是个汉人情 苏孝孝 你不死 我怎么安心 你呢 孝孝 那就是同意了 好了 苏孝孝现在就是我南宫家族的人了 家里人拿不算偷 我们南宫府撤诉 辛苦你们跑一趟了 回头我会给你们的领导打电话的 撤退 行了 都撤了吧 孩子 你不反对吧 我知道 夫人 你也是为我好 还叫夫人 叫妈 我 我现在还不太习惯 你能给我点时间 让我睡意一下吗 只要你不拒绝 多长时间 我都愿意等 女儿 我刚才 咬现在还行吧 错吧 那你 答应给我们的钱 什么时候能给啊 你还想弄我要钱 你什么意思 你想赖账啊 你知不知道 苏孝孝成为干女儿之后 我就会失重 身份都会暴露 到时候 我扫地出门 我们一个都别想好过 懂妈 那 那怎么办啊 我去弄一份假的DNA报告 证明你们两个是母女关系 到时候 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找她 你记得 一定要毁掉她的名声 让我妈纵顾她 抛弃她 懂妈 懂了 你放心 妈好不容易让你成为南宫家的亲戚 绝不会让任何人毁掉 你放心啊 你知道就好 我要是毁了 对我们 没有一点好处 对了 没什么事 你别来找我 更别问我要钱 我妈已经怀疑我了 知道了 你慢点呀 老少爷 回公司吗 有一件事 你办一下 你说 我妈 既然认苏孝孝被干女儿了 那以后就是我妹 苏孝孝被人绑架过一次 莫名其妙地又放了 还被人追杀过一次 差点就死了 这两件事 透露着古怪 你去调查一下 的确有些古怪 谁会绑架一个摆摊的 生活都成问题 哪来的钱就输金啊 难道是仇杀 第二次 可能是仇杀 第一次 怎么会 是的话 就不会放人 而且他们父女俩 一看就是老实本分的人 怎么可能得罪 哪来的仇杀 还有 我被枪杀的事 追查的怎么了 已经有线索了 那就好 开车 孩子 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我已经让人 给你收拾出来一个房间 随时来随时住 当自己家一样 谢谢 跟我还客气什么 中午大家一起吃个饭 就当是给你接风了 妈 我回来了 妈 妈 今天小小来 你做什么好吃的呀 我都饿了 你就知道吃 谁让妈做饭好吃呢 小小 欢迎你 谢谢 你们大家都认识 我就不介绍了 待会儿大家一起吃个饭 就不等你爸了 小小 你说上次绑架你的人 到底是图什么呀 怎么突然就放人了呢 我也奇怪呢 老大 你说呢 不好说 可能是绑错了 不想麻烦就给放了 要不要调查一下 你觉得呢 不好 就是在试探 我也不好说 或许就像大哥说的 绑错了吧 人没事就好 但愿吧 妈 还是再调查一下吧 免得再有下一次 吓着小小了 放心吧 妈 既然小小成了您的干女儿 那就是我的亲妹妹 以后我一定会保护好她的 妈 我为了吃这顿大餐 我一天都没吃饭 我都饿了 你就知道吃 小心撑死你 这话一语双关了 看来疑心还没有打价 你那好慢咯 好 哎哎哎哎 哎小伙子 这便宜 没事 哎 笑笑出差回来了 哎 哎 你休息吧 我来 哎哎 坐坐坐 好 哎 笑笑啊 哎 看来这夫人 对你还真是气度 这头一天上班 就还没你出差 挺顺利的 啊 挺顺利的 你别担心吧 夫人对我可好了 哎 行 你休息吧 我来卖 哎 卖水果了 新鲜水果 新鲜水果啦 哎 笑笑回来了 好久不见你了 嫂子快生了吧 快了 晚上送一箱水果去我家 你嫂子啊 就爱吃你家的水果啊 多谢留个照顾生意 行行行 去忙吧 恭喜啊 是你 你来干什么 我是你亲妈 我来看看你 怎么了 再等等一下 你说你是笑一下的亲妈 我怎么不知道 我也是最近几天才知道的 你不知道 不是很正常吗 我凭什么信你啊 爸 他就是个大骗子 哎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这是不笑 小心啊 天打雷劈 那你让雷劈我呀 晓晓 这都怎么回事 爸 他就是一个大骗子 这两天 差点让我恨死了 怎么 你敢杀杀我女儿 我跟你拼命我 我是亲妈 你只是个养父 我不是你女儿 你 好啊 大家快来看啊 女人不认气吗 你这个人我怎么活呀 大家快过来看啊 女人不认气吗 你这个人我怎么活呀 苏晓晓晓 好好享受我给你准备的套餐吧 尽了男工夫 做了干女儿又如何 我才是男工家唯一的公主 各位好信任一句 麻烦你们帮我说说好话 让我女儿接受我们 这该死的人贩子 偷偷了我的女儿 这些年我过得苦啊 好不容易找到 她也不可认我 就可认我 怎么活呀 不是吧 前几还有这样的 姑娘你妈也不容易 她不是我妈 她就是个大骗子 哎 女儿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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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得做死算了 那你千万别听我 我好好说 别难我 姑娘 你妈来找你是好事 你怎么能不认呢 做人要懂孝的 她真不是 各位相亲私利 大家听我说啊 我也喜欢孝顺 能找到她的亲嘛 可是 咱们真主事 那不能凭空说吧 得要证据 咱们只要有了DNA 那才能证明 你们说是不是啊 哎 我做了我做了 哎 大家 看我看看 还真是DNA检测报告 百分之九十九的九九 错不了 笑笑 她是你妈 恭喜你找到亲妈了 她不是我妈 你看你这孩子 怎么能不认呢 就是 你真是不孝 平安 不会是你舍不得孩子 所以不想孩子相认吧 她 她真不是我妈 她就是个骗子 行了 大家都别吵了 报关吧 大家都别吵了 报关吧 哎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认为女儿啊 你按的什么心啊 当年那个人犯子 该不会就是你吧 我好很多心 把我女儿你 把我女儿还给我 你看他 你不打死你 平安不贵真的是人犯子吧 胖子挺老实的 想不到是个人犯子 死人犯子出生 还有母女犯个十八年 你不能害我死你 我求求你们 一定要这个人犯子 把我女儿还给我 好好求求你们了 打他 打死这个人犯子 你们都出生了 爸 你没事吧 爸没事 他是人犯子该打 我平时最后一人犯子了 你让开 否则离你一起打 他人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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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犯了 我们再来 都别过来 退后 你们今天谁敢动我爸一下 我就跟他闭练 我爸他不是人犯子 你们都给我退后 今天谁敢动我爸一下 我跟他闭练 你这人怎么不吃好人心 我们是在帮你 怕这亲妈不认 却巴一个人犯子 干了 女儿 我这是你亲妈 不信 你快看 你什么时候做的检验报告 我怎么不知道 上子横起相见你不肯相认 我就求向男人的头发支柱 确认以后我就来找你了呀 那那你看看 我这是你妈呀 你还敢提上次 下场 上场怎么了 他欺负你了 我回头再跟你说 你就是个大骗子 我不相信你的鬼话 现在赶紧走 笑笑 你怎么能这么觉醒 是啊 这个DNA检骤报告 不可能有假 这是大逆的道 都别逞 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还是谁派来的 赶紧走 不然我就报官了 你怎么能说出正话呢 我知道妈对不起你 可我也不想啊 要怪就怪个该死的人贩子 我知道你是难以接受 可妈心里也难受啊 你走不走 哎呀 好好好 嗯 你不要激动 我我先走 我过几天再来看你 好 别报警了 赶紧走 滚 老大 正在住这儿啊 爸 你管他干嘛 关键是帮上南宫家族 咱们的日子就不一样了 哎呀 你说得对 咱们老苏家 又发达了 爸 咱们之前说好的事 您可得帮着点 爸 你放心吧 老大 他要敢拒绝啊 我就跟他没完 现在啊 咱们老苏家 还轮不到他做主 爸 咱老苏家 还得靠您这个定海深圳呢 没想到老大是来运转了 这么好的机会 咱可得抓住了 哎 爸 我们这辈是无所谓了 可是您的孙子辈 不能没出息 一会儿 就看您这一家之主的了 他敢不答应 我打断他的锤 爸 咱们就先进去吧 对对对 正好赶上饭点了 去完了 什么吃的都没了 好吧 你要是帮他了 那就落得一个贪婪的名声 被我妈一验了 您要是不帮他们 那就是不孝 我们最贪恩就是不孝之 等你被扫地出门了 没有干女儿的身份 看我不玩 知道老三去哪了吗 听说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了 具体不清楚 要不要查一下 不用了 你去查一下柳姨 她来府里十八年了 从不冒头 这次突然跳出来说 孝孝是她的女儿 这是透着蹊跷 夫人意思是 我要知道真相 更不允许她伤害孝孝 孝孝啊 你可得多吃点 你看你这点人出差 一定没吃好的 你看你都饿瘦了 谢谢爸 你也吃 最近一个人摆摊辛苦了 我辛苦 只要你把学习给我搞成去 把工作给我做好 爸就得到安慰了 吃 孝孝 你吃饭呢 爸 爸 您怎么来了 爷爷 等啊 我来一包压医药 走了一条路了 我们都快饿死了 爸 吃饭不急 先谈事吧 哎 没错 不差这一会儿 正常要紧 爸 那好 咋事 好 那坐吧 这次来呢 是有些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哎 什么事啊 啊 爸 您是一家之主 还是您来说吧 行啊 我来说啊 孝孝 哎 听说南宫家族的夫人 收你为干女儿了 有没有此事啊 爸 这事您是怎么知道的 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 有没有此事吧 是有这么回事 但是孝孝 一直没有同意 啊 这么好的事 你怎么就不能答应呢 我们苏家 能够飞黄腾达 就好这样子事啊 孝孝啊 明天就告了夫人 我们家 同意这事啊 你这个臭呀 怎么能不同意呢 对嘛 孝孝 这事你必须得同意啊 爸 别担心 爸 你两个什么意思 别吓着孩子了 什么意思 当然是字面上的意思 这么好的机会 你既然不知道把握 你想干什么呀 爸 你像这种事 得先听听孝孝的意见吧 放肆 这是笑笑一个人的事啊 这是我们老苏家 能不能挤身于上层社会的事 是改变啊 我们老苏家 所有人没有那个大好机会 由不得你乱来 爸 不是就是认个甘心吗 怎么还扯得家族命运上来了 我说你 是真的不懂 你还是装懂 能攀上南宫家族的大树 那南宫家族的手支缝里 那就是漏一点 我们的公家就发达了呀 爸 那孝孝是什么人 您还不知道吧 还办不了这个事 这也不是什么诛人的事 你怎么就不能做呢 就是 孝孝 你二叔也不是个贪财的人 不过 南宫家族他有自己的地产项目 你二叔可以给他们供应三十嘛 不过 这个前期的费用 可得他们家除啊 一年 给我个十亿的项目 就够了 你看不起谁呢 南宫家族 这资产上万亿 最不缺的就是钱 随便给你几百亿的订单 脸都不太眨一下的 对对对 我格局小了 还有我们家呢 孝孝 你三叔可是读过高中的文化人 南宫家族 旗下有几十个上市公司 我们也不谈心 随便给你 三叔安排一个上市公司 当个老总就行 会不会 可就有点小了 你看看你们两个 这个一开口就是百亿 这个干脆就要一个上市公司 我看你们两个格局可真是 屎子小了 那我们多要一些 慢慢来 做人可不能太贪心 既然 你们都没有意见 那事 就说不定了 孝孝 你明天就去跟夫人说 咱们这同意了 这事啊 关于到咱们老书记的未来 必须办好 爸 百亿订单上市公司 我是不是听错了 孝孝 你没听错 打小啊 我就知道这孝孝这孩子 长大之后会有出息 这不就应验了 孝孝 你小的时候 二婶可没少你疼你啊 你以后啊 这事你可都给我办好了 没错 孝孝你打小没有亲娘 我们是你婶 也算半个娘 这事你可不能拒绝 爸 这事 我再处理 爸 这个事 孝孝办不了 你办不了你爸 否则呀 我们就住在你们家里 不走了 爸 您住在我家也可以 我孝敬您也是我的义务 就算您住在我家不走 孝敬就办不了 你 你 你吃完了是不是 老大 你将来是要跟孝孝想福的 怎么 不管我们这些兄弟了吗 大家可都是亲戚 有福要同享 你这么做 无地道吧 我想了什么福了 我 孝孝就是进了南公家的门 那就是上流社会的人 那荣华富贵可是想见不尽的 你这个做爸爸的 你跟着长官不是啊 到时候别忘了 家里有两个面朝皇土 背朝天的弟弟呀 你敢不答应 你断了我老苏家的希望 我给你租出家庭 你敢不答应 你断了我老苏家的希望 我给你租出家庭 哎 爷爷 我就算答应了 南公家的人也不会给我们什么好处的 那不可能 我可是听说 南公夫人很喜欢你 只要你一开口 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 南公家族啊 有的是钱 您怎么知道的 这边啊 你别管 你也会想让你爸给染冒 小小 这件事对你来说 就是一句话的事 不过 对于我们苏家来说 那可就是希望 你可不能不管呢 你看 你看你把你爷爷气得 到时候真把你爸赶出了族谱 你爸以后还怎么做人吗 我们又没多药 更何况 我们是为了老苏家的子孙后代着想 二嫂说的没错 我们一把年纪了 还能吃多少 还能花多少 小小 只要你把这件事办好 以后你的堂弟堂妹 肯定都听你的 只要你搬成了这件事 你就是我们老苏家的大空城 到时候别说堂弟堂妹了 连我们都得感激你不是 行了 这件事啊没得商量 就这么定了 正事也聊完了 老大 那咱们就出去吃吧 走吧 哎 走 哎 嗯 妈妈 哎 我要吃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 都是店里的张牌菜 都试试 哎呀 这个菜家好漂亮 我要去 哎 爸 你要喝点什么 当然是点店里最好的酒了 老大飞黄腾达了嘛 不差钱 哎 毛子 毛子先来十个 喝不了 打包嘛啊 老大 没意见吧 一家人 有什么意见 就喝毛子 滑子 也一人拿一条 滑子也一人拿一条 还有些什么吗 暂时先来这些吧 哎 等一下 怎么了 还有什么需要吗 刚刚点的菜都先取消吧 麻烦您先回避一下 小小 你什么意思 老大 你就由着这么晚呗 胡闹 小小 你把菜单取消了要干什么 你也好不容易来一趟 吃点好的怎么了 怎么 攀上高筋了 看不起我们这些亲亲了 爸 我是晚辈没有资格管长辈的事情 但是您要由着他们 咱也得有钱才行 一会买单付不起账 丢脸的可是您 庄老大 我吃完一顿饭 怎么了 就是 我看你就是个小白眼了 小的时候 白疼你了 不就是一顿饭吗 难道你连亲亲都不要了 爸 他们刚刚点的都有一万块钱了 您平常连个止疼药都不舍得吃 咱家有这个实力吗 庄老大 你一个晚辈 懂不懂顿手长辈啊 我爸是应该孝敬您 就算是拿命孝敬 也得有这条命才行吧 买不起单怎么办 谁去顿大鱼 当然是他自己了 难道让我这把老骨头去啊 爸 别说了 你也难得来一次 老大说得对 实在不行 把你干妈叫来 一家人嘛 认识一下 对对对 正好聊聊咱们说的事 一家人边吃边聊 氛围好 说不定咱们的事情 更容易成呢 对吧 爸 我看行 晓晓 您就打电话给你干妈吧 你妈爱吃什么吃什么吧 我不吃了 晓晓 这 这很 哎 晓晓 哎 真的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 哦 我来办点事儿 你们呢 啊 我们呀 去吃点东西 顺便聊个天 走 一起吧 哦 我不去了 你们走吧 去吧 去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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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 你可是学霸 这次高考你肯定没问题的 说吧 想去哪儿上 啊 我没考好 我梦寐以求的大学 这辈子无望了 大会市场 这不可能啊 就是啊 班上的同学谁不知道 你那成绩 稳如老狗 嗯 先不说这个了 你们呢 哎 晓晓 你想吃什么 我请客 哦 我 我都行 那行吧 那你们先聊 我去点啊 啊 行 我们 好久不见啦 云公主 人我们已经见到了 安静我行事 事成之后 少不了你的好处 晓晓 别怪我 我也是没办法 不这么做 我会死的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聊到以前那些 好玩的事了呗 来 谢谢 让我们为了 以前的友谊 干杯 干杯 这什么味道啊 感觉怪怪的 啊啊 这个呀 是新品 你加了新的东西 那味道自然就很特别咯 你试试试 多喝几口就好了 我不喝了 这个味道我 不太喜欢 今天终于能睡到我的女神了 你想便宜你了 别废话了赶紧坐啊 哎 哎 不好 他又醒了 这么快 要是他应该没有过才对啊 管他行没行呢 想他干的才耍呢 反正咱们三个都在 哎 怕了跑了不是吧 等会儿 多拍点照片 多来点特写 我真操 快点 他不干什么 快点 他不干什么 快点 你在他干什么 啊 别跑了 别 啊 啊 啊 你真是个 哎呦 怎么办 他醒过来了 还好 这 哎呦 哎呦 管他们 醒没醒呢 干不 干脆啊 老子 老子今天干定你了 啊 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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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们干什么 好 我 我 我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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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醒了 这是哪儿 我怎么了 这是医院 你中毒了 还好送来及时 否则啊 你就没命了 昨晚那三个人 你认识吗 真是太狠毒了 我一定要抓住他 昨天晚上 谢谢你救了我 我是你大哥 保护你是应该的 说吧 他们是谁 他们 昨天晚上 他们 啊 他们 他们是我同学 同学 同学 同学还对你下这么狠的手 这是要把你往死里整 有这么严重 你啊 就是太单纯了 他们下的是毒 什么毒 就是 呃 就是 那种 能把你玩死的毒 哎 你还小 现在跟你说这个不合适 以后 在外面小心点 别什么人都相信 知道了 还好你来了 是还好我助理 看到你昏昏沉沉的 跟一帮人去了酒店 否则啊 后果不堪设想 那三个畜生 叫什么名字 敢欺负我妹 我让他们吃不了 动着走 他们 我先出去一下 都怪你这个废物 害得我们要跑路 连个女人裤子脱不好 你有什么用啊 那话不能这么说啊 不这么说怎么说呀 你要是把她裤子脱了 她能跑得凉 她要是不跑 咱们会怎么会被别人发泄 又怎么会跑路到国外 意外 纯属意外 谁能想到平时看着柔柔柔的 没想到这么大劲 那要真正论起来 是要有问题 怎么突然就醒了 那可能是她体质特殊吧 反正 现在不管怎么样 咱是把自己玩死了 南阁楚一定在追杀我们 别灰心 咱们只要跑路到国外 就没事了 没错 反正南公园在 咱们没钱了就找到药 到时候咱们去了国外 吃香的和辣的 那也没错 也是 那只能这样了呀 大少爷 情况怎么样了 半小时前 那三个人坐飞机 逃往了国外 以为逃出国就没事了 敢对我妹妹下死手 就要有死的局 我马上去安排 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您不是安排我去盯力庸人柳姨了吗 这两天我发现 夫人的保镖也在盯着 看来我妈也开始怀疑什么了 既然我妈已经出手 就让我们的人撤下来 免得误会 还有一件事 三小姐 能用了几百万公款去投资 夫人知道了 但没有追究 几百万而已 三妹既然想投资 就让她玩玩 又不是亏不起 可是我查到 三小姐并没有去投资 而且钱款也不知去向 难道 三妹遇到了什么困难 她也没跟我说 应该是不好意思开口 您暗中调查一下 是 老大 萧萧怎么样了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哪个天杀的敢对我的干女儿下手 一定要把她抓住了 妈 您就放心吧 走走走 赶紧陪我进去看看 走 萧萧 你怎么样啊 你不由哪受伤 夫人 您怎么也来了 出这么大的事 我能不来吗 我没事 多亏大少爷救了我 对了 我有个事情 想跟您说一下 你说 您要认我做干女儿的事情 不知道怎么回事 被我爸那边的亲戚知道了 他们跑来家里闹 要我 跟您讨要好处 我没同意 到时候 您也别给他们 这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南宫家族又不缺这点钱 他们对我爸不好 是怎么回事 你说说看 我爸年轻的时候伤了腿 其实本来没有多大的事情 也花不了多少钱的 我爸找两个叔叔借钱 没有一个叔叔肯借给他 我爷爷 他宁愿把钱给我堂哥买车 都不愿意给我爸治病 这才落下了一辈子的遗憾 还有这样的事情啊 这样的亲戚 以后就不要来往了 才发生不久的事 消息怎么传出去的 是啊 当时也没有几个人在 而且他们都不认识 笑笑的爸爸呀 是不是你爸爸自己说的呀 我爸不可能说的 那就奇怪了 这是在恶心我南宫家族 故意让笑笑为难 真是居心叵测 老大 你去查一下 确实有问题 我马上去查 怎么又来找我 我不是告诉你还两天吗 我也没有办法呀 您那四龟爹他烂毒 还欠人人家高绿贷 不怀他就要砍手剁脚啊 独独独 一天就知道独 我要是地位不保 我们大家一起完蛋 你这不是没事吗 我迟早要被你们给害死 他不是喜欢凤子 行 你告诉他 让他干掉苏笑笑 我就给他一百万 否则 一分钱都别想拿到 这 怎么 不愿意啊 苏笑笑要是不死 我迟早报了 懂吗 好吧 那我 我回去跟你爸说 我先走了 三小姐 怎么秘密见他 我得见 我得去看看 笑笑笑 你什么时候过生日啊 我是我爸捡来的 我爸也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生日 这段时间 你经历的倒霉事情太多了 等你出院之后 我想给你办一个生日会 庆祝一下 嗯 这太破费了 不用麻烦了 这能花几个钱呀 到时候你把你的朋友都叫来 大家开开心心地一起 庆祝庆祝 诶 对了 你和老三是同学 这次高考你考得怎么样 我被 南宫云是夫人女儿 我如果说出来的话 他未必会信 甚至怀疑我挑拨 你被顶级学府录取了 没有 我 没发挥好 被淘汰了 怎么会呢 像你这么懂事的孩子 学习成绩不会太差呀 这表情一看就有隐情 不会是被人欺负了吧 不行 我得查查 我得查查 你不懂 挺好啊 好 好 你说你这个项目 我现在也不做呀 你不懂 请出去 是这个意思 行 可以可以 庆祝一下 那不是三小姐吗 哎 三小姐来了 哎 三小姐 三小姐真是观念赵人 真是好生羡慕 三小姐不愧是南功府的公主 亲爱的一美女啊 谢谢陈总 罗总的夸奖 谢谢大家的捧场 哎 三小姐 我听说南功府新任了一个干女儿 今天是给她过生日的吗 干女儿男友亲生女儿亲 三小姐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对吧 哎呀 大家不能这么说 我们都是妈妈的女儿 相处很融洽 不分你我 而且啊 我跟我妹妹还是同学呢 大家就别胡乱猜测了吧 三小姐大气啊 三小姐不愧是金海 年轻一代的楷模 不过呀 我这个妹妹啊 其实是底层人士 没有见过我们上流社会的场面 如果今天她有什么做错的地方 还希望大家海涵 嗨 我当什么事呢 三小姐 你这心底可真善良 三小姐对新姐妹的感情真好 笑笑小姐到 看我怎么会要等一生 笑笑你来了 笑笑 你应该比我脚几岁 我就叫你妹妹吧 啊 对了 这个是我给你的见面礼 呃 我不要 哎呀 笑笑 你这个手可真粗糙 以前没少干重活吧 不过没关系 现在有我照顾你 你就不用干那些重活了 那些可都是下等人干的活 我们男公家可丢不起那个人 来 你看看 还是咱们三小姐最疼妹妹 嗯 是呀 三小姐心肠太好了 哎呀 笑笑 你这出门在外的 总得有一两件东西傍身 要不然呀 丢的可是我们男公家的脸面 你就拿着吧 哎 对了 你爸爸怎么没有来啊 啊 你爸爸是不是跛脚 行动不方便啊 要不然 我叫我司机去接他一下 什么 还有个跛脚父亲 居然是社会底层出身 三小姐这格局 整个金海都长不到第二个了吧 妹妹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在场的呢 都是我们金海市的名流权贵 掌管着金海市 一千两百三十万的生计 我这得给你介绍一下 你看 这个呢 是曹总 掌管着我们金海市 金海市的物流生意 身价千亿 还是个慈善家 厉害吧 哎 三小姐 过奖了 过奖了 这个呢 是罗总 掌管着是我们金海市的餐饮行业 哎 罗总 如果要是我妹妹去吃饭 你会给她打折的吧 三小姐 三小姐发话了 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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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位呢 是 不用介绍了 我就是一个摆摊卖水果的 不敢麻烦大家 想羞辱我可以直接来 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了 何必拐弯抹角 妹妹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心疼你都来不及 怎么会污蔑你呢 需要我把你之前做过的事情 全都说出来吗 妹妹 这说话就得讲证据的 不能通过你的猜想 就随便地污蔑我 我现在是南宫家的三小姐 你这相当于 污蔑的是整个南宫家 我没有 你现在可是南宫家的一员 你这一言一行 可是都代表南宫家 妹妹 我是你姐姐 这次我就原谅你 你可不能再这样了 你也该学学 我们上流人士的规矩 一口一个上流社会 你的上流社会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稀罕 boss 你当着这么多上流人士面 你在这儿胡说什么呢 你什么意思啊 看不起我们吗 苏晓晓 你太不像话了 你就算进了我们南宫家 也不能出言不逊 得罪整个津海的上流人士 这是规矩 你还不赶紧给他们道歉 该道歉的是你 该道歉的是你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正在给晓晓 饮缘京城的上流人士呢 晓晓需要 我自会引荐 需要你多次一举 妈 我这不是好心吗 不好 我妈这语气不对劲 难道 出事了 是不是好心 你自己知道 倒是你的事情 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要好好说说 妈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怎么听不懂啊 听不懂没关系 一会儿就懂了 把人带上来 他们是 他们才是你真正的爸妈 什么 这不可能 您怎么 我怎么知道的是吧 不 不是 妈 我是说 您怎么能这么对我 随便胡乱找个爸妈 就说是我的亲生父母 看看 这份DNA报告上面 明确显示 你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但是和他们的血型 完全符 不 不可能 他们不是我爸妈 我的爸妈只有一个 那就是您啊 你是想提醒我之前的DNA结果是吗 不 不是 你收买检验室 做的确实是天衣母 把我都给瞒住了 但是你的表现太反常了 一而再再而三 让我不得不再次怀疑 这份DNA报告 是我亲自盯着做的 绝对错不了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你还有什么话 我 我 妈 我叫了你十八年的妈 你不能抛弃我呀 本来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毕竟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八年 继续把你当成我的女儿 但是你不应该欺负笑笑 他几次三番的想要置他于死地 要不是他命大 我真正的女儿 就被你给害死了 妈 不可能 他怎么会是你女儿 夫人 您在说什么 我 小小 妈一会儿再给你解释 你两次更换化验样品 做的确实天衣无缝 不得不说 你很有手段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你不应该让他 你不应该让他去杀我的女儿 我没有 你还不承认 你在车上和他密谋 随后他就带着人去了笑笑家 准备动手 要不是我的保镖发现一路尾随 恐怕早就被你们得逞了 妈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事情都是他们做的 跟我没有关系 女人 你怎么这么说 明明是你说 只要杀了书笑笑才能保住你地位 还说 还说我们不干 就不给我们生活费 什么 夫人 真是这样 夫人 你真不是你女儿 你不是我的女儿没有关系 但你不应该杀我的女儿 妈 我也不想这样的 我只是 你只是想要保住你在家族的地位 想要保住你的荣华富贵 这些我都能够理解 但是 你不应该毁了我女儿的一生 妈 我没有 我只是 你逼我女儿剃考 你拿了文科状元 却害得她因此而失去了高考 你为了不让自己暴露 你不惜栽赃 诬陷她偷到玉佩 你还诬陷她偷取公司的机密 你妄图想要杀了她 你太狠毒了 像你这样的人 我怎么敢继续留你在南宫府 我怎么敢继续把你当做我的女儿 我 够了 第一次在停车场和笑笑相见 本该和她相认 是你故意破坏 哥 你为了陷害苏笑笑 不惜让公司损失上百亿 你怎么敢 南宫家族养你十八年 对你不宝 我也自认为对你宠爱有加 无条件信任 你怎么能骗我 笑笑那么善良 你怎么狠心杀的 你说 不是这样的 你 都是你 你要是死了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你疯了 对 我是疯了 整个拿狗奖 都是我的 他怎么办 笑笑 你说 算了 算了 都是一家人 我孩子 我另一个孩子呢 当 当时就 就家死了 老大 把这对恶毒的夫妇 送去大牢 至于他 总归是家人一场 送去国外的 行 我来办 别怕我再走 你 晓晓 妈还能找回你 妈妈太高兴了 你真的是我妈妈吗 千真万确 有DNA作长 错不了 你 你 我来 我来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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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